各位網友早晨,歡迎又到網向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7月15日,首先這裡有社長李敏王 我們大家好 澳洲珍必時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珍的好,早晨 紐西蘭義德台仰 大家好,各位早晨 還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贊和分享 未按訂閱的按下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們的二台正向報三台曬冷氣 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齊爾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出去 好了,華為被圍堵就走不掉了 幾不喜歡聽都要說 今天又傳來一個訊息 英國就說 我們早前也說過要花很多錢 要問英國政府 你要我拆機就給錢 給錢就可以了 幾多萬磅我出張單你蓋了他的數 你給不給?不給不要想 英國政府雖然現在經濟陷入重圍 稅收有限 他都說好了 我要給啊 我要跟大哥 跟著美國佬 多少錢沒所謂 反正都不是我出的 你那把納稅人出的就決定給這塊錢出去了 就說要 七年之內 將所有華為的東西全部拆出去 並不是他們的安全有問題 而是說 他講得很冠面堂皇的 在現在美國的制裁之下 華為的設備的供應鏈出現問題 廢鬼事 將來有什麼事 砌不到供應鏈 我們很醜 以防中途中斷 我們不知道會很嚴重的 所以我們決定不用你了 七年之內全部插掉 這樣說 其實英國的朝野 其實有些人一直都很反對華為的 還有他們現在的說法 就是要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尤其是未來這幾年 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其實我覺得這些人應該醒一下面對現實 不過他們現在不會的了 他們現在沉醉於中美爭霸 那沒辦法了 講一下講一下就有人相信 這件事情 中國其實一直都沒有說要爭霸 說真的 官方的立場從來都沒有說過 中國是永不稱霸的 立場從來都是 其實一直都是美國打壓中國 這件事情要說得清清楚楚 有些人說 你的Raymond Wong是最低能的了 現在很明顯是中美爭霸了 你喜歡怎麼看就怎麼看 我的意見和你的不一樣 只可以說 還有經常 就是圈掩這個中美爭霸的人 其實就是我自己認為 就是為中國添煩添亂的 根本不是什麼爭霸 中國從來都是 自己做好自己的事 而華為也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才能做到一些器材出來 性價比又高 而且又穩定的 現在他們說不放華為進去5G 其實受最大的影響 我估計就是李嘉誠先生那個衣服 因為李嘉誠先生那個衣服 就是一早就跟華為簽了約會用華為的器材 那現在好像那個價值大概175億左右 這個是人民幣來的 那麼就簽了一張這樣的單給華為做 那麼如果要7年之內 就是2027年之前要清走華為的5G呢 那就是現在裝了華為器材的衣服 那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可能那個合約都要再重新審視 因為我的了解就是 其實已經開始了一部份的deployment 那其實這些影響到很多做生意的人 也都其實影響了英國人 因為其實如果你用愛納遜 或者用諾基亞那些 其實就那個穩定性會比較差一些 還有它那個解決方案其實是挺浪費的 就是舊的那些機站又不可以升級 有很多東西要重新換過 那就是本身就是一個複雜一些的解決方案來的 華為那套解決方案本身就簡單很多的 那當然啦就是他們有他們的考慮 就是尤其是在英國他們那個保守黨 那現在裡面其實有不少人就是說 其實要跟中國越來越減少這個貿易 減少這個對中國的依賴 那是很麻煩的 因為英國其實它自己呢 這次19也都影響了很多人的對中國的看法 其實他們很多人是沒有看到自身的問題 就是你19病毒為什麼去到英國會把聲散開呢 其實某程度上就跟他們自己的國策有關的 就是老人家是可以犧牲的嘛 就是其實他們本身就是有這套這樣的思維 那你老人家可以犧牲的那它自然抗疫就會不力啦 那跟其他的地區不一樣的 就是其他你看看其他地區就是 比如說中國老人家可以說是一個家庭最重要的一個組成的部分 那什麼都要先保護老人家的 就是其實那個思維就是 那跟英國處理的手法就截然不同啦 那因為英國它會覺得老人家是一個婦女嘛 就是一個經濟上的婦女 它不生產但是它有資產 那它就是也都可能說現在就是英國那些老人家有很多不適生產那些啦 那其實就可以就是可以清酒啦乘機那樣 就是這個就是英美兩個國家的陰暗面 嗯 其他地方不是這樣的 就是你說整個西方都是這樣的就不是的 你看一下就算整個美國都是這樣的就不是的 你看一下比較就是家庭觀念重一點的那些 對人命看重一點的那些州份呢 其實他們抗疫那個操作呢是做得好很多的 但是當他們見到有些問題 譬如說喂 現在我們那個經濟好像都出了一些問題了 那些老人家好像在我們那裡賺很多錢 或者我們很多補貼的老人家我想減少這個負擔 那他們那個抗疫就自然放鬆了 就是自然不處理的了可以說是 撒做的 那英國現在就是這樣 那你就看到他們那個制度就是本身的問題所在啦 但是他們當然啦 不可以讓國民看到自己是這樣的想法嘛 那他們就把矛頭就指向這個中國啦 那裏面有一幫就是尤其是最主要就是 就是右翼保守黨的人呢 他們就說要跟中國脫勾的啦 就是要 其實就沒有勾過啦 但是那個貿易是很緊密的 那應該就做少一點啦 不可以依賴中國啦 那其實做了這一步之後呢 就會很困難的啦 就是中國和英國的關係 尤其是再加上這個國安法啦 就是國安法它 就是英國那個看法就是 它這個國安法呢 就完全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啦 那下了英國人面啦 那中國的看法也是啦 就是說你又改變這個BNO那個政策 也是下了中國面啦 所以大家現在是一個 挺難解決的矛盾圈裡面 就是這個矛盾是跳過不了的啦 就是我覺得啊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就是最諷刺是幾年之前才說 又是保守黨啊 那個卡梅倫那時候還說 中英女王是進入黃金盛世啦 這麼說 連英女王都逼著要去接待習近平 連個皇宮都要被習近平住 這個是他們的說法啦 其實是友好的 我覺得都是 就是 但是這樣說 其實卡梅倫這個 其實因為我都很生氣他 搞 為什麼現在世界又轉得這麼厲害 就是一個脫鉤 脫鉤令到很多叫做 極有的人是彈起了 如果不是他當時這麼自私的 選了場選舉 他有這個公投 其實世界是沒有那麼分亂 其實我更加要指這條腹肌 是有令到現在這個世界局面變成這樣 但是他一直都沒有出聲 這個腹肌 就是下台就算了 其實他是真正歷史罪人 我覺得 那這樣說 現在千不千古都沒有所謂 其實19就改變了很多人對中國的看法 其實 其實有很多人懷疑 其實西方人很簡單 為什麼我抗疫那麼失敗 你的抗疫那麼成功 你一定的數據是假的 他們的想法一定是這樣的 其實他就沒有想過自己那個抗疫的問題出在哪裡 其實也沒有比較一下西方 究竟抗疫做得好的地方 其實那個實際的操作是怎麼樣 是沒有比較的 其實如果比較 他其實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西方抗疫得成功的地方 其實那個操作是跟中國是類似的 但是他們當然不會承認 他們就純粹是說 喂 西方都有抗疫搞得怎樣的地方 但是那個原因就不說 那個原因其實就是跟中國類似的 做過的操作是 就是要麼就封閉了所有東西 戴口罩 全部你在家裡戴口罩 還有還有一件事的就是 所有東西都不准做 生意都停了市 就好像我們這裡這樣 那就最成功了 其實現在加州都是要這樣做 他們已經不管了 紐約州都是這樣做的 完全封閉了 其實他們現在都是走這條路 封閉了它就算了 封閉了兩個月 頂了它就算了 再慢慢 其實加拿大也是 就是安省封閉了 三月封閉到現在 才說開到第三期 昨天才說我要開第三期 就是給你們這些人 好像香港那樣走進去 餐餐館陰陰吃食 不過要社交距離 那些東西 還有各個都要戴口罩 現在才做 其實這樣說 這樣還可以證明到 中國那一套處理方法是可以的 但是現在你看看 英國那個潮野 就是它完全沒有看 究竟西方成功的原因是什麼 某些國家成功抗疫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原因就是 其實就是退回一百年前做的事情 其實中國都是做一百年前做的事情 就是將那些有病的人 和沒有病的人分開 令到那個活動減少 就是社會的活動減少 有病的人就醫治他們 沒有病的人就自己躲在家 就不要大家有接觸 沒有接觸就不會傳染了 其實對付傳染病這件事情 一百年前已經懂得這麼做 西方最初一百年前 就是西方知道怎麼做 這一套東西 其實就是影響了全世界的本來 但是到了現在一百年之後 西方有兩個大國就專程不做 就是我自己認為他們肯定懂的 我覺得是他們專程不做的 我覺得他們是覺得社會某些 某一個街 就是對某一個年紀層的人的負擔太大 他們寧願減少那個負擔 就放棄那些人 因為那時候其實就是 65歲以上就不醫治的 英國有一個政策 英國是沒有英國的 是啊 其實這個已經看到 在側面看到他的黑暗面 就是 喂 你65歲的人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 我可以不醫治你 他也沒有控制好病毒的傳播 他是不介意65歲以上的人染病的 因為他會不處理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這樣 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都是悲哀來的 就是西方一本資本主義制度 走到現在這個時勢 其實都是一個悲哀 比如貧富懸殊 還有就是人口老化 其實深刻來講 我覺得他們就是 就是看著那個小孩 有19病毒 那些年紀太大 我看到有些人都這樣說 其實都是解決人口老化的一個問題 當然這樣是很不人道的 中國人當然不會這樣做 因為百幸孝為先 應該對老人家是好的 但是西方就 其實這樣說 就是比較疏離一點 有時候他們對老一輩的人 很不幸地就是 就是他們覺得 不是我說 英國政府就是 虧了這條 這個想法出來 就被人馬刹到搞什麼 那麼瑞典 瑞典也是打算學這招 但是瑞典就是 現在就搞得很嚴重 不是的 他死了二千多人而已 但是他是承認自己壞 他真的是這樣做 而且真的是什麼 但是其實 比例他是死了10%以上的人 但是事實上他是承認了壞 最特別的是 我是壞 我不應該這樣 可能被人罵 你小國就可以這樣做 聽下去的數字是沒有什麼 但是當你一個大國的話 那條數算起來是二百萬計 就很多人害怕了 嗯 是 那我還說一件事 其實昨天我都說過了 這個 維都利亞州的首席 首席的衛生官 那都是戴口罩的 那其實就是從側面來說 就是打念我們的魔仲 Scott Morrison 我們總理 他說不用戴口罩 嘛 戴口罩是沒有用的 我們澳洲人不需要戴的 結果現在就變成了這樣的情況 現在就變成這樣的情況 但是今時今日 阿摩仲 這個Scott Morrison 都是沒有出聲的 因為他去了度假 我記得他去了度假 還有他有張照 其實他很喜歡看Footy Footy我們叫做澳式橄欖球 就看到他喝啤酒 坐包箱 看球 那當然被人射到他拍一拍 那我就是覺得現在我們澳洲是幾悲哀 以前以為自己做得很好 誰知道就輕視了很多東西 現在就大爆發了 五眼集團當中就是 當然美國我不算了 但是五眼集團當中 我們就是從一個叫榜樣 現在變成了一個叫做back example 就是一個很差的叫做例子 那還有一樣東西 現在都是證實了 真的剛剛最新新鮮滾熱奶的數據 證明了科學團體已經證明了 一權威的學術團體證明了 麥爾本大爆發的確是那場示威造成的 已經是證實了 但是美國是不會傳出來的 事實上我相信美國很多人都知道 為什麼這麼嚴重現在是一個月前 那場大示威造成 就是不會報 好像現在香港那樣 是我們這幫人經常說的 為什麼香港有多大爆發 就是你7月1號亂來 應該一個爆發 第二點爆發就是你們的初選 希望初選之後沒有事發生 我只可以這麼說 希望沒有 因為我不希望看到香港繼續這樣下去 但是理性說給我聽 也是很有可能 不過這個是什麼呢 現在我都很無奈 因為其實現在我都說過 連雪梨都變回這麼嚴重了 當然很幸運 就是我父母 都不可以這麼說 幸運 就是我父母住的地方 就不是一個叫做大爆發的區 但是作為一個弟弟 他們的兒子 其實都是很擔心一下的 還有就是因為我媽媽 剛剛就經歷了失去她媽媽 就是我外婆 所以其實我媽媽 有一點點都是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那麼作病容易 那麼我又回不了去 那麼最淒涼就是 那麼大家都是 無論是世界各地的盲友 自己都是保存好自己的身體 還有不要陪那些 為什麼我們經常強調 不要參與政治活動呢 好像這件事 這場示威 BLM等等 都是政治活動 之後就一大堆人聚集 那麼一大堆人聚集 那就帶來今天的後果 那麼當然她是有她表達權利的自由 但是我覺得如果這樣是不是有個反效果呢 就是你明明是做一件好事 但是帶來一個壞的結果 會不會令到你的Credibility 或者更少人去支持你這場運動呢 我覺得要反思 我都說過其實我很多同學都參加了 那場示威 他們現在都是覺得 當時在我們這麼多同學之中 他們叫做 鼓勵我們去參加 很多人沒有參加 其實他們都有一份協議 就是叫做 欠救 因為其實這樣可能 就令到整個國家要停一停 恢復的時間更加長 所以 不要受了 說真的 好 這次時間都差不多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